本来这个视频是打算用一下削弱后的仙人斗以及惠土伴藏 但没想到全都白给了 而且他对面第一个是面具男 不过他用了两个通灵 我们来看一下保底的三代类影实战效果 他说的是个解除伞 所以说想引一下 但是他没有放 这个时候我们等一下他的普攻 然后一个技能过去 打完用就不要停留 反正要先走 引出他个技能 然后再用另外一个技能把这个带走 就来看第二个人质 惠土班 其实这个霸体的三代类影 只要把这个解除伞的面具男解决了以后 后面这两个人质 都没有直接克制霸体的技能 这位惠土班 唯一的抓取效果 必须要放在第一段OE以后 二技能才有短暂的抓取 放完技能 再引出他另外一个蓄斗的户 这个时候我们手里两个技能已经好了 接下来呢 估计要把最后一只通灵要放出来了 我们直接技能过去 然后再把另外一个技能交出去 这样手里有雷凯了 他只要替身 我们先用雷凯顶一手 所以这个时候对面的惠土班 就比较难打 我手里有雷凯 还有霸体 双霸体的效果 他没办法克制 看着替身 放雷凯 然后顶过他的蓄斗的户 一个技能拉开 他放了个通灵 我本来想过去开霸体的 但手速有点慢 我可能还是觉得 这个雷凯没有消失呢 想过去再顶霸体 没想到这个雷凯已经消失了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先省一手OE 把这个技能上来拉满 丢一个通灵 因为即便如此 我手里还有一个通灵 可以应当他最后剩一个宇宙班 放到这个班的话 我们开局只要拉开身位 引出他的蓄斗的户 然后一个技能冲过去 这个位置有点偏 这么早就顶出霸体了 那你这样的话 手里没有什么东西 先通过足够消耗一下 霸体的时间 然后一个技能丢过去 我本来以为这个技能打不到 所以说过去想打的时候 可能嫌疑不上了 这个三代雷凭的技能机制 就是说你这个技能空掉 也有一定的收益 这个能力条增加到四格以后 就激活了雷凯 这边普攻当千手 然后手里有雷凯一个霸体 顶一手雷凯 然后这个点普攻 延长一下霸体的时间 所以目前我手里还有个通灵 还有个霸体密卷 对面已经输了 优优独播剧场 感谢观看